一整天 鑽子鑽蒸鴿 蒸蒸蚝 好吃嗎 美啊 嗯肥美 可以不錯 哇 你多提一下嗎 不會 先去吃一下 就不可以耶 你不是磕手吗 不会啊 我都没看清 你看看 你看看所有菜是潮厚的 你这样的你 你一臂一臂都不会加水 但是你往前一趟一趟 你永远潮厚 永远不会加水 你知道我一般不会吃皮皮虾 因为他哪一般会吃 因为我完全不会剥 就是等我剥完这个 然后这个皮皮虾也 也碎了一大糊涂 你吃啊 你吃啊 你还吃啊 我不吃啊 你吃啊 别剥了 心疼 你没关系我说现金 他手里面要留下 真的别剥了 这个就两包完了 还有呢 哈哈哈哈 这个养生别剥了 啊 怎么还有面 这个叫海南粉 很好吃哎 这个 这个粉 他怎么会冰冰凉的呢 好奇怪 我说的他的凉 不是说他的温度的凉 而是他吃起来很像凉粉的一种感觉 嗯 就比较 就没有不是 就没有那么的 就感觉像夏天吃的 跟凉面一样 猪一真的使他凉了 哈哈哈哈 吃吧也可以 嗯嗯 对吧 看久点 QQ弹弹的感觉 这种人夏天量身定做的那种感觉 喝汤吧 我这头好好喝 很鲜啊 好好喝 好浓郁 很鲜 很像家里面 味道 这个是什么 鸡水藤 啊 鸡水藤是中国民间厂用的药药品 它有 赤双铺铁 这是梦香酒的工厂 在鸡水藤 还跟鸡水藤 热关的鸡水藤 它是被牛鸡水藤 然后再去做 它吃鸡水藤 上一个 珍珠 我这个珍珠在产品里面 它也就突然一毫了 这就是一种鲜饼 对 对 味道不一样 我尊重这个食品的存在 但是 就 可能我不太喜欢吃 因为是红糖的吗 它 对于我来说 在我的 观念里面 它应该是咸的 像汤一样的东西 结果它是一道 甜的 确实吗 这是只有河南还有的一种食材 好吃 好吃 这也不错 你之前吃过鸡鸡干吗 我好像吃过吧 我在北京好像吃过这 最好吃 爽口 好像比较清淡就很甜 嗯 好吃 来 下一个 快快快快 正好试一下那个 海南的老盐水 这个饮料是去穿 沸汤都拿出来 是吗 我等那里看你 就海口当季的年轻 然后太长醉去买这个 然后跑着又买到 一般人可能有点是变瘦 咱们 他喜欢喝这个 啊 不是啊 就是正常的柠檬水 不是吃咸面啊 什么 柠檬椰水 嗯 你觉得特别的可行啊 很好喝 我们所有人都不行吧 啊 你们在北京没有喝过这个吗 我说真的还可以啊 你们觉得咸呢 给给拿那个足面 荒涨 别给的 还有点 叶子饭 叶子饭呢 它是海南民间食品中 是一种很特别的食品 就是有糯米盐 现在椰肉和椰汁 从蒸水 蒸水而上 很香 然后 很Q它 还没有嚼劲啊 对 然后有椰子的清香 和椰汁的清香 可也不够 再看一看 这个呢 这个是文昌鸡 文昌鸡呢 是海南的地方鸡肉 你在念绕口粒吗 头发去年间开始 一代代的 这个鸡呢 就两双 真彩较小 薄和光泽 极薄肉嫩 脆的优质鸡 这个今天最好吃的吧 叶子饭 好好吃 还有呢 那 喜欢的甜点吧 那些的甜点 这个呢 今天就什么色 我以为糊米鸡 所以它里面就是白米 所以它里面就是白米 肉的我们也考虑 这是肉 比文就文章 这个也是肉 也是肉啊 这个也是肉 哎 肉的 不错 因为我喜欢吃这种 就是肉 对 肉的一定要肉 而且它用这个叶子包啊 叶子的清香全进去了 好好吃 而且它那馅儿特别的足 而且这一看就是手工包的 看看 非常好吃 哇 哇 哇 它这特别好 流心的 哇 冲冲的全包 很喜欢 喜欢哪个 刚那个热红 绝对那会玩 特别好吃 非常开心 可以 来到海口 然后 工作 气候宜人 晚上的那个微风 吹拂 非常的舒服 很凉爽 很适合 忙不一天之后 然后发发呆 可以 让自己的脑子 休息一下 可以让自己呢 暂时的逃离 工作 跟生活的喧嚣 烦恼 然后今天吃这些菜呢 也让我感受到了 海南独有的美食特色 非常棒 非常开心 下一次友人再见吧 拜拜 朋友们